CR-1522是Garmin的獨立雷達突擊,搭載15寸直幅螢幕。 本片會介紹CR-1522與過往航突擊不同的新按鍵。 首先,您會注意到CR-1522有四個旋鈕。 大旋鈕用來調整顯示範圍。 下方的三個小旋鈕分別用來調整增益、海浪抑制、雨雪抑制。 短按可以開啟選單,或是開關該功能。 接著,我們來看看CR-1522新增的按鍵。 Mode鍵用來切換顯示模式。 按著Back鍵時,傳手線和鋸標圈會被隱藏。 長按Select鍵可以螢幕截圖。 長按Mark鍵會開啟行點清單。 ACQ鍵用來手動新增追蹤目標。 先用方向鍵移動到想追蹤的目標上。 按ACQ鍵。 目標就會被選擇並追蹤。 長按ACQ鍵來開啟他傳資訊清單。 收到警報時,按Alarm鍵來將警報靜音。 長按Alarm鍵來開啟警報選單。 最後,CR-1522有四個自訂意見。 F1到F4。 短按會執行功能。 長按則會開啟自訂意見選單。 讓您設定需要的功能。 以上,就是這次的教學。 以上,就是這次的教學。 。